好,大家好,这里是零度解说 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一下 如何安装目前最流行 也是最好用的挖矿系统 它就是这个FOS 今天我们将给大家做一个 非常详细的设计教程 从注册到安装到测评挖矿 如果你能认识看完整个过程 那么保证你可以轻松学会 首先需要注册一个免费账号 注册链接 微信贴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 打开以后 它莫名是英文的 你可以在右上方选择中文语言 然后点击这个开始按钮 进入注册链接以后 这里输入你自己的邮箱 然后设置一个登录的用户名 还有密码 接着点击这个促销代码 用户码也可以输入 Code10 这样你可以获得 十美金的免费使用额度 然后点击注册 这个时候 系统会发验证码到你的邮箱里 在你的邮箱里找到这个验证码以后 然后输入到这里 接着点击注册 这样就可以正式激活你的账号了 登录以后 这就是它的后台控制面板 上面显示 你现在已经获得十美金的余额了 现在我们需要添加一个钱包 到时候挖换所得的加密货币 都会打到这个钱包里 我们点击上面这个钱包 然后点击 添加钱包 输入货币这里 我们选择ETH 接着输入你的以太坊钱包地址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么可以在手机上 安装这款BRD钱包应用 下载地址 我已经贴到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 安装打开以后 在里面创建一个自己的钱包地址 然后点击这个ETH 接着点击收到 这个就是你的钱包地址了 我们给它复制出来 然后贴到这个HIPOS后台这里 当然这个钱包地址 你可以使用这个币安的或者火币都可以 钱包名称这里 你可以随意自定义 比如我输入ETH 下面的来源 就是你输入钱包地址的来源 比如你可以选择交易所名称 钱包类型 如果你分不清楚的话 那么你就自定义一个描述就可以 比如我输入BRD 然后点击创建BRD 接着我们点击创建 好 收款钱包创建好以后 现在我们需要去添加一个挂矿设备了 我们点击左上方的矿场 然后打开这个列表 可能你的列表名称和我的不一样 你只需要打开就可以了 进入以后 这里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是专业矿机 第二是显卡挖矿 对于大部分新手来说 建议大家使用这个显卡挖矿 比较稳妥 接着我们点击添加设备 然后我们点击第一个选项 将HIFOS 安装到你的硬盘或者USB上 进入以后 这里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是安装在Windows系统上 第二是Linux系统 第三个是MacOS 这里我推荐大家使用这个Linux系统 因为对于挖矿来说 我们需要把硬件成本 电费 系统流畅度 还有安全性放在第一位 Linux系统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点击进入以后 这里选择要下载的系统镜像 你可以选择最新的 或者你可以根据这些情况 来选择之前的版本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点击下载 这样它就开始下载了 这个系统镜像文件 大概有1.3G左右 好 下载以后 我们给它解压出来 接着我们点击下一步 这个就是系统镜像写入的工具 我们点击下载 然后给它下载下来 下载好以后 我们打开进行安装一下 这里木轮的安装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回到安装步骤 接着我们点击下一步 根据上面的安装提示 现在我们需要准备一个 至少8G的U盘 或者是固态硬盘都可以 然后把它连接到你的电脑上 这里我就使用这个U盘就可以了 把U盘操作到电脑上以后 现在我们打开 刚才安装好的这款 镜像写入的工具 这里我们点击第一个选项 选择我们刚才下载好 并解压出来这个系统镜像文件 就是这个IMG文件 我们点击打开 接着我们这里选择 刚才操作的U盘 最后点击 开始写入就可以了 这个写入过程 大概需要几分钟 好 写入完成以后 我们重新回到这个安装步骤 我们点击下一步 这里它需要我们下载一个 属于你自己装属的 rig.cfg配置文件 我们点击下载 好 下载以后 我们需要把这个 rig.cfg文件 放在这个U盘的根目录下 我们打开纸电脑 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找不到这个U盘 现在我们只需要把这个U盘拔下来 然后重新操作到电脑上 这样就可以显示住这个U盘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config文件 给它放到U盘的根目录下 就可以了 到这一步 这个挖矿的系统盘 我们就已经全部做到完成了 现在我们只需要把这个U盘 或者硬盘 连接到你的挖矿设备 或者是你的电脑上 我就拿我当前这台电脑来进行演示吧 现在我们重新启动电脑 开机以后 我们跨入敲击键盘上delay的键 来进入到BIOS界面 然后把U盘设置为第一启动下 也就是从U盘启动 设置好以后 我们按下键盘的F10来保住重启一下 重启以后 这样它就会正式进入到这个 HiveOS的挖矿系统了 系统启动以后 我们通过另外一台电脑 重新进入到这个HiveOS的控制后台 这个时候 它上面会显示 已经识别到这个矿机了 我们点击打开它 第一次打开的时候 它上面会显示 没有这个飞行表 现在我们点击上面这个飞行表 来创建一个 这里我们点击创建 打开以后 输入货币这里我们选择这个ETH 钱包这里我们选择 之前创建好的这个ETH钱包 矿子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这里我选择这个HiveOS的矿子 这里我建议大家开启这个加密链接 然后在下面选择矿子服务器 接着我们点击应用 现在我们来选择下这个挖矿软件 挖矿软件里面有很多种啊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显卡来进行选择 它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支持这个英伟达和AMD显卡的 这里我就选择这个G-MANA 名称我们可以随意自定一个 比如我输入 以太挖矿 最后我们点击创建飞行表 设置好飞行表以后 现在我们点击左上方这个选择矿机 勾取里面的矿机以后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这个飞行表 选择飞行表下面这个选项以后 我们点击右侧这个小火箭图标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挖矿超频设置 我们点击矿机后面这三个点 然后点击里面的超频选项 第一次打开以后 它里面的配置选项默认是空的 现在我们点击上面这个长接预设 它里面就提供了 操作主流的这个显卡超频设置 数字货币这里 我们选择这个ETH 算法我们选择这个ETH hash 然后下面就是选择你自己的显卡型号 我的是这个AMD6600ST 然后下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情况来进行选择 选择好以后 这个核心频率和显存都会改变 最后我们点击应用就可以了 这样它会自动加载这个配置文件 稍等一会 它就正式开始挖矿了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它单线的算力是31兆左右 功耗是73瓦 如果你需要远程控制矿机的话 那么只需要点击上面这个 开始SparkShare指令 它就会在矿机上 安装这个远程控制脚本 安装好以后 我们点击这里 就可以进行远程连接到矿机里面 进入以后 我们输入命令 Miner 然后回着确认一下 就可以看到 当前矿机的挖矿具的情况了 这样就不需要每次通过这个显示器 去连接这个矿机 才能查看里面的挖矿情况 到时爬拆问题也会变得更加容易 如果你有多张显卡的话 那么可以直接在里面进行添加 更多的使用功能 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 总的来说 HiveOS是目前最容易使用的 极群挖矿系统 管理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省心 如果将来你要进行大规模的挖矿 那么这个挖矿系统 你肯定是要使用的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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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